全世界的火光都聚焦香港 7.1号 这个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子正向我们走来 我欣赴党的大桥正式开通 我欣赴党的大桥正式开通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风云云 我爱你秋日今晚中国 我爱你春天风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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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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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随意下场了 好可爱 好可爱 现场唱的 虽然太似有一些稚嫩的声音 但是却最真挚地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谢谢他们 亲爱的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们 各位记者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中国脑瘾中心 欢迎大家来到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启动一世的现场 首先呢 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活动正在通过 人民日报客户端 中国电影报道 新浪电影官为优酷 时光网秒拍和非凡娱乐 媒体的直播平台进行直播 也欢迎各位通过互联网在线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情节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说一下 我听到这首我爱你中国 已经是今年第二次感动到我了 让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段时间在我们的朋友圈 刷屏了这样一段视频 他们是一天年过花甲的老人 刚好唱的就是这样一首 我爱你中国 他们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们 和共和国一同成长 他们年龄最大的有87岁 年纪最轻的也73岁了 他们真的是我们祖国成长起来的 一代见证者 也是参与者 他们说的一段话特别的打动人 他们说我不需要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也不希望你知道我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但我把我的青春献给我的祖国上 真的我觉得无论在何时 无论是这些纯真可爱的孩子们 还是正值朝夕蓬勃青春的年轻人们 甚至是白发沙沙的老人们 祖国和母亲都是最能够触动人心的两个词汇 那今天作为主持人能够站在这里 做我和我的祖国的启动仪式发布会 我也是费感荣幸 下面呢就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部电影 简单介绍一下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 黄建新担任总制片人 陈凯歌 张一白 王虎 薛小璐 徐征 宁浩 文牧野 七位导演 共同指导拍摄 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影片讲述了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 经典历史春节下 普通老百姓和共和国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 好 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荣重介绍 历历今天影片启动仪式的各位嘉宾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 影片我和我的祖国总导演 陈凯歌导演 总制片人 黄建新导演 导演 导演张一白 导演管虎 导演薛小璐 导演 导演宁浩 导演 文副野 好 接下来还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立地现场的嘉宾 让我们也欢迎国家电影局副寻事员陆亮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助会副主席张宏 影片我和我的祖国出品人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傅若清 阿丽影业董事长兼CEO樊陆远 国内影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余东 范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营业首席执行官陈武 嘉宾业影业董事长秦鸿 新丽传媒高级副总裁接新丽丁总裁李宁 孟宁宇乐总裁郑令琪 新丽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梁静 北京珍乐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制片人刘明慧 好在这里还要欢迎到场的华夏电影公司的领导 院线永远的嘉宾以及商务合作伙伴们 还有媒体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来 刚记得我在就是为大家介绍这七位导演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激动啊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因为他们七位都是中国电影赫赫有名的导演 他们七位的作品都二叔能详 非常的喜欢 可能我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算 七位导演观看过你们电影的观众 可能怎么也得一数千万人次来计吧 大家七位加在一起的电影票房 可能得超过好几百亿 应该说七位导演他们都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一次一次的飞跃 今天把他们七位聚到一块坐在一起就挺难懂的 更何况七位导演共同导演的一部电影更是难上瞎难 所以我想首先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总制片人 黄建新导演 有请建新导演 导演好导演好导演好 能够把大家聚在一起太不容易了吧 大家好 其实蛮激动的 在电影圈呗呗了几十年了 这么优秀的导演出现在同一个时刻 共同做一个同一部电影 非常非常难 在讨论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们曾经跟凯特导演 一般导演和大家讨论了十二个字 说我们到底拍什么 我们要展示什么 那就是历史瞬间 全民记忆迎头相撞 激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 那点感受和故事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一起工作 大家都非常热情 七个导演都慷慨起 每个人都充满了激情 大家克服困难 准备一本一起讨论 互相激励 所以我这一次很遗憾 不拍 我对为他们做一些保证 做一些服务 依然感到荣幸 我们在一起 你们七个家 我这一个导演八个人 我相信一定能把这个电影拍好 一定让喜欢我们导演的观众 过一次一 让他们满足 谢谢 我看到健兴导演站在 我也很激动的 因为我第一次认识健兴导演 是在我在电影学院进修的时候 我在教科书上面认识健兴导演 健兴导演八二年代 带来了这么多经典的 古时的作品 电影的作品 到今天的孔一撞 建国大爷等等的导演 监制 到今天的总制片人 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国 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 我也是中国目前最好的 建日制片人 但这部电影也真的是太独特了 应该说跟其他 不同电影都不一样 能够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到底它会呈现出一个 什么样的电影给大家呢 还能不能再给我们 投入一些信息 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 我需要跟每一个导演 讨论他们的选题 他们的制作方向 他们的拍摄地 他们的演员构成 他们的主创过程 以及他们对影片的设想 每一次讨论 我都会被感动 首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七个片子 在它中间 都充满了打动你内心的力量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另外这七个导演 我算了一下 我曾经自己算了一个年龄 我倒着算 就是文牧野导演 是18、5年的 没记错的话 其实我们你看 今天做的这个顺序 我刚才回头看 是按年没有做的 所以我扭头给张一白说 张一白你老了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坐 所以大家是按年龄排的 大家从50年代 到80年的导演 这个构成 其实概括了中国 其实解放以后 整个的这个过程 49年吧 每个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经历了无数的事情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报道 我很吃惊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他说一个人的一生 如果拿到你少年时期 幼儿时期 拿到你老年时期 不做事 那么实际上 你只有16000多天 加到一半的休息 睡觉 你还有8000多天 其实这七个导演 做了一件什么事 800天是十分之一 对吧 我们800天 要每个人拿出100多天 那么七个导演 就拿出了人生 和加在一起的 十分之一 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事 看起来不大 实际上住在一核 住在一起 就是非常伟大 谢谢 再次掌声 谢谢黄建新导演 为我们的分享 我们期待着 带领我们所有的 台前幕后 每一个团队 为我们奉献 这样一个独特的 伟大的影片 我们总理 谢谢您 谢谢 请您前排就座 实际上 我和我的祖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命历程 是和祖国的民族命运 是同步的 我们每一个人情感 每一个人记忆 都是和这个国家的成长 状态 它创造的每一个辉煌 它的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是同步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重要时刻的记忆 就是这个国家的记忆 这个国家的重要时刻 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现场 我们要逐一的请上这七位导演 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我们祖国 无数历史瞬间当中 他们个人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和最深刻的记忆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顺序来 从最年轻的开始 85年 2018年为我们带来了 令人惊艳的电影作品 《我不是药神》的导演 文木野 掌声有请 导演好 你好 那我把这个时间先留给您 给大家分享一下 您印象最深的记忆和故事 我是2015年其实入行的 我当时碰到了您好导演 然后我们确定了 要写一个 就是药神经纪的 六月份我开始写 我写的这个 真的是 就是完全没有头绪 连元气都写 写了三个月 然后呢 我记得2015年9月3号 我基本上已经快写费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听说电视中在直播 2015年的这个 9月3号的月宾历史 我就打开电视 然后我基本上 就是像看那部电影 一气呵成 看下来 你知道我除了感受到 就是我们国家 给我们这个年轻一代 个体的这个安全感 和能量之外 我想到了一个字的 就是可能我们这边人 会用的就是 好酷 非常非常酷 很帅 然后呢 我关掉电视 我发现我有了能量 我终于知道 我们这代人的能量 来自于哪里了 我们这代人的能量 来自于祖国的强大 就是 而我们军队的强大 都是祖国强大的根基 所以说 我特别荣幸 能够跟在座的 各位导演 能够一块 来做这么一个电影 我是一个小学生 我还在学习这阶段 然后呢 我能跟大家学到的 是非常的多 我非常非常容易 希望大家 看 我的表 表现吧 这个 压力也很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相信 我们副野导演 这番话 肯定很多 在线观看的网友 很多80后90后 都会有共鸣 确实 我们这一代人 是在这个 祖国高速发展 祖国强大 这个成长起来 这个过程 有很强的民族自信 我们也会非常的 这个 去做很多 自己的贡献 来天砖 天瓦 但确实 年龄 我都没想到 85 这么年轻 80后 85年这么年轻 要是应该是 守护 影院的长天 吧 对 第一部 《处女座》 就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那这就是您的第二部了 就跟这六位 这七位 这么优秀的导演 一起合作 紧张是肯定的 到底有多紧张啊 能不能再分享一下 你此时此刻 要参与这部电影 创作的这个感受啊 你看我这个第一次 去电视的 去这个 跟大家一边开会的时候 我说话声音是抖的 我一看 都是大神级的人物 然后我就 抖得不得了 我当时觉得 说完话之后 还挺丢人的 我回去就自己检讨 哎呀 这个 还是太想了 我现在呢 比之前好一点 其实还是抖 我就压住了 然后呢 这个压住这个紧张的感觉 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 要放松一点 原来景态不好 那个 你应该这身服装 特别压得住 特别 很重的感觉 我已经穿了那种 反正一年都 我只有一个小时 这么隆重的心服啊 好 谢谢您的分享 期待您在影片当中 奉献的精彩 谢谢 谢谢 那我这边 顺着过来 这位大导演 应该就不紧张了 是跟文部导演 关系非常好的 要省得监制 那我觉得他的作品 我就不用一一细数了 因为都是如雷管 让我们掌声欢迎 命号导演 导演 文部导演 平时也这样吗 也这么紧张吗 他好多啊 其实 我觉得刚开始 好多演的时候 那时候呢 确实蛮更紧张一些 都一样 都一样 其实我们每次面对 我觉得很多导演 都不太会表演 大家都是在 喜欢的机器后面 因为你们又遇到一块儿了 已经创作了这些内部电影之后 现在又要创作第二部影片 但是今天呢 我们可能要聊的更多的是 你们个人 在这个 祖国七十年当中的记忆和故事 不知道 那 那命号导演 今天想和我们分享的最深的记忆是什么呢 嗯 其实有一个点啊 就是当时在 零八年 其实是奥运会前一期 其实我们发生了 这个 温川的 地震 我记得当时 在突发那个 地震事件之后 其实几乎 每一个人每天 都是守在电视机前 就是看 今天用的 又救了多少人 然后进展到什么程度 但是当时在 我记得 给我 记忆特别深刻 触动很大的 那一天是大概在 七天之后 有一天我们正在 公司 在 看电视 在了解这个 三区情况的时候 突然开始 想起一些 提升 这些 汽车的 一开始 少 然后几乎 慢慢又越来 升越大 很多 刚开始 他确定是 因为 我们 不知道会 这样的 然后就 走到 窗前 我记得 好像是在 三元桥的上 旁边 很高的楼 我就站在楼顶上 窗前 看到 所有的汽车 把所有的汽车 都停下来 然后 还有 主步停下来 然后 大家 坦白收下 整个城市 都 有点 低 然后 这时候 我们 全公司的人 也开始 大家 自体 不爱 然后 以后 同时 流下眼泪 然后 我觉得 在那个时刻 其实 很 很 明显 你能感觉到 所有的人 的人心 是在一起 大家 有 记忆对 此番同胞的 爱好 也有 也有体验到 我们 大家 都有 新闻 新闻 的 一种 的 产生 所以 那一天的 印象 对我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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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 我也觉得 一下把自己 就抓回 我当时 也在 也在 北京 我感觉到 这样 所以 很快 知道这个 消息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在和祖国 一同成长的 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都会 遭遇到 非常多的 重要的时刻 但就像是 导演 您刚才 讲到的 面对每一个 时刻的时候 由于我们 大家都 付出 大家对于 家人 对于国家的 爱 把我们紧密的 联系 带着起 眷刻在 我们记忆中 对 就是 我们的 祖国 这些年的 成长 我们都经历过 很多的 正正 原新的时刻 也经历过 很多很困难的 时刻 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大家可以 团结一致 可以有 新原新的 那个部分 我们想到 一起 一起面对 那些问题 我们一起 走过来 所以我觉得 就是 这一次 其实重点 能够和 七位导演 一起来 做一件事情 一起来 为总部 做一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 荣幸的 希望我们 七位导演 可以 心连心 然后做出一部 好看的电影 谢谢 谢谢您好导演 谢谢 您好导演 之后呢 我要为大家 请出的 是药神组合的 徐征导演 但因为徐徐导演 今天工作 正在拍戏 没有办法 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他也 特别录制了 一段视频 来说 说他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经典瞬间 好像都是跟我 这个拍摄 拍戏的 这个经验 也是有关系 就机会归的时候 我正好在 广州拍 我认识到 他们的第一个电视剧 那电视剧 应该比 《丘方餐》的 《猪八街》还早 那个电视剧 叫《风生顺起》 其实我跟 李宾斌一起 我记得当时 因为离香港很近 在广州 我们居住 就 就停拍了 跟大家一起 一起观摩 然后当时 真的是 激动到不行 觉得就对 这位仪式 怎么这么 神圣 壮严 伟大 这是一次 好像另外 有一次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也是在 这种拍戏 当时是在 山东 我们全剧组 就是为了看 这个北京奥运会 开幕 包了一个 很大很大的 一个房间 我记得有点 超级大的 这个桌子 然后我们看看 结果看到 那个 烟花化的 那个脚印 就一步一步 惨的 就是往那个 城外去的时候 我们剧组 就都哭了 那个时候 就是 都是在 都是在工作 但是 我觉得祖国的命 总是 牵动着我们 每一个人 我觉得 我自己的身份 就是一个 演员 就是一个 影视工作人员 所以每一次 见证这些 时刻的时候 就好像都在 都在工作 希望我们的 这个拍摄 也可以 把我们的人生 把我们自己 生活到我们的样子 可以带人到 祖国的 今天时刻 毕竟我们所有的 命运都是 跟祖国人 没有一起在一起 所以时针导演 这段话 可以总结成 说祖国 共同经历的 无数历史瞬间 我都在工作 是向所有 台前幕后的 影视 从业人员 表示致敬 接下来 我要为大家 请上的是 放眼看 唯一一位 女性导演 西小卢导演 她为我们 我们先欢迎 西小卢是导演 上台的 女性导演当中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 其实我觉得 即使是放到 男性导演群体当中 也真的是名列前茅 那小卢导演 今天您也和我们 分享一下 您记忆当中 印象深刻的故事吧 好的好的 你看这是没有彩排号啊 主持人还没说完 我就上台了 其实刚才看到 很多的孩子 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突然让我想到了 自己的童年 我是出生在天安门旁边的南长街 我的童年就是在天安门广场 边上度过的 那我对天安门广场最深的记忆 是关于游行 因为在小的时候 所有的游行最后的终点 一定是在那一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小的童年的记忆里 好像那个地方永远充满了人 但是永远没有机会自己加入到其中去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幼儿园的 还在幼儿园 然后很多的游行 我们都特别希望参与 因为那个很快 然后很开心 但是 温音约记的 我们有一个老师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不让我们参加 就是 可以带着我们在那个 天安门前的那个 那个白杨树林 可以在那个地方散步 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到游行 可是我体上非常深 是在有一次午睡的时候 突然我们被叫醒 说大家要出去出去 那一天是1976年 粉碎斯人帮的游行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 在那一刻是那么的激动 当我上学以后 我看到 这样的诗句 说漫卷石书西云黄 看到说养天长啸出门去 在那个时候 在长大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那一天 对中国人民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 作为游行中的一员 可能是最小的一员 大概才几岁的时候 走上了长街 也就是在天安门门口 做了第一次的穿行 想起来这些 就会觉得 既是遥远的 又是非常亲切的 所以我们常常 用母亲来比喻 我们和祖国的关系 对啊 母亲和儿女的关系 是什么呢 是 是冬日天 是夏日摇山 是修其一共 那我们也希望 和儿女的这一条 同行动是平安的 是富裕的 是快乐的 是幸福的 我们也坚信 我背起 很好 可是我人心可以 陪伴母亲 是可以 携手 目前 是可以 永远的走下去 谢谢 谢谢小鹿导演 把说的太好了 这样深深的情感 在现场的演讲 就打动我们 相信在作品当中 也会有这份情感 能够打动到 我们每一个观众 女性视角之后 接下来呢 我要请上这位导演 刚好跟小鹿导演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了 逆一久的大高个儿 戴个黑框眼镜 胡子茬 留着 然后她的作品 就像她的人一样硬朗 让我们掌声欢迎 光顾导演 导演 导演好 导演好 这个 听了好几位 这个导演的这个故事了 您今天想跟我们分享的是 哪部分的记忆呢 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想了好久 就是 真正 跟我一个最深的 跟国家命名牵连的 我觉得 是在我父亲93岁 我46岁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 我是真正的了解了我的父亲 是真正第一次了解他 2015年9月3号 跟莫言一样 就是那个 大远兵 因为我跟他一起看电视 我没有意识到身边 就电视里面是 这个方阵是原八路军 115师 翻好 这么过去的时候 我回头看 老阎王 老泪做好 然后 因为我知道他是八路军 仅仅知道这个而已 然后在 劝慧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才开始第一次 慢慢聊天他 他使 在山东 离 十四五岁的时候 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然后他说 他形容窗外不停的 大炮 大枪 甚到叫 一会儿过这个 穿黄军状的人 一会儿过穿灰军状的人 他也分个清楚 终于有一天 忍不住了 就穿上鞋 就跟着一个 穿灰军状的队伍跑 那个队伍是 罗荣黄 陈光的 摇摇舞师 第一次进山东 他跟队人了 之后 他腿上怎么中的枪 然后怎么起路 莫怕滚打 这个我们都了解了 确实很不易 最终 他进入了 陈毅的三眼 就是 三十五军 其中的一部 进入北京城 开国大连 这个过程 事实上 父子之间 会有特多的感情流露 但是在那个 那个瞬间 我确实觉得 还是挺骄傲的 有这么一个父亲 真的不要紧 是这样的 希望说什么 非常的感人 非常的感人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听父辈 甚至爷爷奶奶们 讲述他们 那个年代的故事 可能只有真正 在那样一个历史的 重要时刻 跟瞬间的时候 可能才能够真的 触动到我们心底 最底层的那种感受 我想这样的 情感关系 导演 你可以通过作品 在此前做一个 深刻的碰撞 今天晚上 我就去那个 拍摄现场 原来接这件事 真的是 成功成功 战战进攻 后来 就因为要 今天要发言 要说这个故事 反而让我觉得 心里稍微有点苦 就垫了点吧 没有那么害怕 敬离二位 敬离二位 我也不敢问 你什么问题 我们就期待着 您用作品 来传大情感 谢谢您 谢谢管虎导演 好 我接下来该请上的是 啊 接下来我要请上 这位导演呢 拍了很多很多的 爱情电影啊 然后将爱情进行到底啊 从全世界路过等等 好像都影响了 我们一代人的爱情观 知道吗 然后关键是 他在商业上也 非常的成功 所以被很多的媒体呢 都说 他是最具有 商业价值 和商业眼光的导演 掌声有请张一白导演 非常非常好 也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每次见到您 我都会觉得很轻松 很快乐 我不轻松啊 您今天心里 对对对对 什么样的感受呢 跟那么多 那么优秀的导演 有那么好的导演 一起合作 也是我很成功真苦 我也觉得 怎么能把这么一个电影拍好 其实对我来说 一直 这几个月来 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说起来哈 我想起来 因为在做这个时候 一直在想 想起这件事情 2008年的时候 奥运会开幕之前 整个电影界 影视界 都在被奥运 拍各种各样的宣传片啊 那种广告啊 那种宣传片 然后我亲来就老打电话来问我 说有你的片子吗 我说没人找我 他都听出来他很失望 他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你不参加呢 我说没人找我啊 我后来我只好 很不赖地给他说 我说报告无门 我听出他很失望 到了奥运开幕之前 就到了七月底了 我就打算就是说 要不要到南啊 或者哪儿去 在那儿去看看那个 开幕式啊 因为北京那个总益 也没人让我参加 那个开幕式嘛 只看 后来有天就突然接了 一个电话 就是现在的电影台的 王品酒 当时在那个奥运会 奥运会 他说你在北京吗 我说我在啊 他说你不能离开北京 你的那些工作伙伴呢 我说也让他们先不要动 说你下午 我们来见个面 然后我就下午 大概是七月二十八就好了 我就去跟他见了一面 见了一面在武洲大酒店 见面就拿了一个合同给我 叫保密协议 我说干嘛呢 他说先把这个协议签了 然后你签了个保密协议 标的是如果协议签的话 十万块钱发款 我说签了 签了说好 那你跟我来 然后我们就出了酒店 跑到那个酒店外边 一辆 一辆小车上一上去 然后他拿了耳机给我 然后把电脑打开 听 听 就听到一首歌 同学卧议签好听 再听一遍 我再听一遍 说那 拍MV 我说哇 你这事 什么时候 我说一定在 八月八号 就是说 奥运会开幕式 当天要放 要播 而且还在保密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这是开幕式的歌 当时实际上 只有不到 不到十天的时间 于是我们就把这件事情 就接下来很神秘的 就接下来了 还不能告诉任何人 但是还是激动而神秘的心情 就连续一个星期 没日没夜地干 干到了 八月 八月八号 明晨两三点钟 把中约见完 六点钟 交到了澳洲委 然后 我就回来睡了一觉 下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终于报国友 把这事拍到这么一个 那个 为奥运会拍到这么一首歌 就是那个 五合廷的那个MV 就现在我们一直在深场播放 多一首 所以我也听说 我妈也挺高兴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 能够参加这么一个 片子的拍摄 实际上我觉得我也很 光荣 也很荣幸 同时呢我也觉得 在这么大一个事情上 不要等我妈妈再打电话来问 为什么这事还没有听 所以说我是带着这么的心情 来参加这个工作 通过刚才您说的 每一个 每年每月几点钟 完成了什么样的进度 可以感受出来 除了时间紧张以外 关键是这件事 分量在您的心目当中 已经可以感受到了 但是真的这首歌 原来您就是主题曲MV的导演 你看导演就总是在幕后的 可能大家不一定会 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事情 而且这么短 那接下来又要奉献 这个我和我的九国了 这一次您会拍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给大家 我相信您演出 现机现策很多了吧 听建西导演说 应该好看点吧 不能透露的吧 我现在最近应该有好看的 虽然这次新保密协议 但是好像现在也不太方便 好的 那也谢谢您的分享 这也是我们奥运会 很多人的记忆 谢谢 谢谢 好 最后 我要为大家请上来的 不仅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 领军人物 他也是 享誉海内外世界影坛的 中国著名导演 为我们的中国电影 掌握了无数的世界级的奖项 他的作品是供奉在 我们电影界神级的位置的最顶端 那像大阅兵啊 黄土地啊 孩子房 梅兰芳 都是我们中国影史的经典 朋友们热烈掌声 欢迎本片 总导演 陈坎哥先生 导演好 导演好 你好 今天也非常的荣幸 在现场看到您 尤其是这样一部电影 您聚集了七位导演 您自己也参与其中一部分的拍摄吗 对 七个短片里 也有我自己 您的部分 我特别好奇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能够让您把大伙聚到一起 猜了一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的电影呢 其实我是很开心 有机会和这么优秀的导演一起合作 其实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年以来 发展的成就 有目共睹 我记得在建国之初 毛泽东书记啊 曾经说过 他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文化 处在一穷二白的境地 但是他同时又说 说一张白纸 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觉得今天这幅图画 已经出现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七位导演 共同拍一部影片 礼敬中华人民共和国 七十周年华代 这种事过去没有做过 但是在我和导演们的深度交流中 我感觉到 他们想传递的 是他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温暖 所感受到的激情 七个导演 七部短片 独立成章 但是我们又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 所出现在的这十二个字 历史的瞬间 全民记忆 迎头相告 总的调子就是 昂扬 盛情 这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部片子中间 想表现 不仅是国家在七十年来 所取得的成就 更多的是 表现和表达 艰苦奋斗的 平凡的中国人民 博越在这七个片子中间的 普通的中国人的个体 一旦和 灿烂的历史瞬间相遇的时候 所绽放出来的能量 改变了他们的命 这个就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 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所有七位导演 可以说是竭尽全力 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不断地对剧本进行修改和调整 以达到最终能够拍摄的 这样一个境地 其实我们最大的愿望是 在这样短小的篇幅中间 不仅每一个单独短片 都可以成为一个动人的故事 同时在这个故事中间 活跃着活成生的中国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知道吗 这个福庆应该大庆35周年的时候 也就是凯克导演拍大月宾的时候 今年是70年吧 对不对 70减35 刚好是35 所以我看到这数字的时候 我觉得太巧了 35年之后的又一个35年 您又要来为我们拍摄 我和我的祖国这样一部作品 我想这样的一份人生独特的经历 应该是别人没有的 不知道导演 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包括大家也分享了这么多故事 我们也特别期待 您也能跟我们分享一个 您记忆中最深刻的故事 其实有两件事 我一直都特别难忘 第一件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放学走回家 突然北京街头 当时北京200多万人口 我说这人山人海从哪来的 这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瞬间 当那个消息被宣布出来的时候 北京满街都是 我的小学啊 是在西四 但是我居然被这狂欢的人群 写过到了王府井 我说这是太远了 而我记得一特别清楚的事 我就是那天流鼻血了 所以我就仰了头 看着天在这天上 我看见什么 就是无数的人民日报的号外 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他说我突然 那时候我小时候对古诗词 对诗词有点兴趣 我说这个怎么 这个别床家屋 晚天飞舞的这个号外啊 像毛主席说的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就这个景象 我到现在我都难以忘却 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机构 其实因为特别小 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哎呀 那个景象太大了 二十年之后 一九八四年的建国三十五年 我拍摄了大力宾 我得到的特许 很小的一个设置组 就站在金水桥边上 看到这个 军委主席邓小平 坐着他的检验车 在距离我们大概五公尺左右的地方 驶入长安街 那对于我一个曾经当兵五六年的人来说 又是一个特别崩溃的瞬间 就是我一下就是泪崩 就是把所有当兵时候的事全想起来 同时看见这个所有的标兵 在标兵线上站着的那个雄子 我一下就冲动得不得了 所以就拍了大远禀 真是巧 三十五年以后 七十年华旦国家 又有机会跟大家在这 坐着说这件事合作 的确是我从 时代 从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 学到了东西 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风采 谢谢 再次热门唱歌 谢谢凯特导演 也谢谢您 谢谢您的分享 请就做 七位导演 从他们各自的故事 各自的情感 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记忆 相信会通过电影的作品 在电影当中进行一次 深刻的情感的碰撞 用作品来眷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今天大家进来的时候 就通过我们那边 有个时光隧道的门 整个那里边呢 放了非常多的珍贵的老照片 那这个老照片的拍摄者呢 是我们人民日报的一位老师 今天呢 这位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他六十二年来坚持用镜头 记录下祖国无数精彩的瞬间 他是原人民日报记者 八十七岁高龄的徐建中 老先生您好 我们又见面了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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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您能够亲自来到现场 带来这么多非常有价值 有意义的珍贵的照片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触动 非常的感动 我们的大屏幕 我们准备了一张照片 我们截取了其中的一张 您可不可以通过这个照片 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您这些年拍摄这些照片的幕后故事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活动 人人八十七岁还能活动 则是挺不像 看着不像 特别年轻 八年后 当了一辈子记者 在空军二十五年 拍了很多空军的照片 到了人民报告 在现场 在天安门也采访很多次 退休了 退休了还不甘心 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 我也很想念空军的战 想念我的也战旗 所以在退休以后怎么办呢 去不了天安门 也到不了现场 我就想这个办法 因为我家住的塔楼 塔楼的南昌湖 正好对对西南方向 在建管六十周年的时候 别人在天安门 检业飞机 我在家里面 想这个办法 架起三脚架 把长金楼 向您对对西南方向 旁边看到一个收音机 因为收音机是现场直播的 它会告诉你 什么时间什么飞机要飞过现场 我就拿着我的长金楼 对着那个方向 它飞机过手按快门 过手按快门 所有的基本价飞机 全部拍下来 我自己取了个名字 叫窗台阅兵 你们在天安门认识 我在窗台阅兵 因为退休不退行 到时候还有热爱我的行为事业 这就是当时 这就是你家窗台拍的吗 对 窗台 你家冬三环 对 刚好看到中二电视台 太棒了 我们掌声谢谢 行老千人 谢谢你们的分享 我们今天聊到这么多 因为都是嘉宾 我觉得应该现场互动一下 我们有一个非常短的 随机采访的时间 我们 我一转过来 他们好轻松 那就问你吧 你站点 都可以 这样我们好开到的 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 记忆故事 对你来说 印象最深的故事 马上能想到是什么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04年的时候 那会儿我还在上小学 然后我跟我爸一起看 那个雅典奥运会 然后是一场 中国女排对俄罗斯的决赛 我当时还小 然后看比赛也没什么耐心 我记得就是那个比赛前半段 就是中国就处于弱势 然后呢我就去睡觉了 大概都过了 过了一会儿吧 把我叫起来了 说中国队马上就要夺冠了 然后我就起来又跟他一起见证了那个夺冠的瞬间 然后当时是夏天 我印象中是夏天 然后整个小区感觉都在一起 狂欢 特别激动 好 谢谢 我看看后面 我们调节目吧 我们中间这位吧 我在 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 就是08年温川地震的时候 然后那个是地震后的 第一周也就是5月19号到21号的时候 是国家的公积日 每天下午两点 我们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到操场上 然后进行明镜和默埃 然后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那个小小的捐款箱 然后捐赴我们自己年博的职力 就是为失去的同胞 还有就是存在的同胞们 就是互费互贼的力量 谢谢你的分享 我在最后这边挑一位男生吧 你吧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听这个爷爷就说 就是说阅兵的时候 我就想起15年 就是93阅兵那时候 那时候我刚在大学的时候 然后刚开学 然后我们在食堂一起吃布拉汤 然后喝布拉汤吃会面 然后那时候大学就觉得自己真的很骄傲 声用文竹 作为中国人 对对对 谢谢你的分享 你看哈 就是大家每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故事 就会唤起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网络上观看的所有朋友们的记忆 和自己过往发生的什么事 什么故事 在这儿呢 我们也呼吁大家 如果你心中有什么想说的故事和记忆的话 欢迎您在我们的官邦微博新浪的官邦微博上面留言 也可以在现在您的直播平台上面留言 我们都会看都会整理 如果有打动我们导演的故事 也许您的故事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电影里面 好 再次谢谢我们所有朋友的分享 好 接下来呢 就要进行到我们今天发布会的一个重磅环节 我们要向大家来揭晓我们电影的重要信息 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影片我和我的祖国出品的马下定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傅若清先生 上台有请 我急性问一下 这个傅总啊 听了这么多导演故事也好 包括我们这位徐老先生 还有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伴们的这个故事之后 您有没有一些今天坐在现场的感触 或者有什么您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其实我今天这个是来参加这个我和我的祖国的这个 呃 发布会啊 那么这个 世界上真是一个现场发布会 在三四个月之前呢 呃 在国家电影局的这个 这个鼎力的帮助下呢 呃 七位我能非常有幸的和七位导演 加上我们的黄建新总制片人 能够一起就开始运行和探讨这个影片的这个这个拍摄 我特别感动的是 七位导演在整个他们的项目的策划过程当中 他们对电影 对祖国的那种情怀 同时在他们策划过程当中呢 展现出他们的那些艺术的才华 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呢 呃呃 我们是来做这个现场发布同时要确定我们影片的打期的时候 所以我期待着七位导演能够拍出一部非常激动人心 非常感人的影片 那么那么就请您来为我们揭晓今天的这个重要信息吧 好的 那么这个我和我的祖国电影将在2019年国庆档期上映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张海报出现在呢 我们的大饼掌握和我的中国 2019年10月1号期待 好 不等您留步 您稍止留步一下 我们要请上我们所有的嘉宾一起登台 我们要拍一个合影哦 让我们请上陈泰哥导演 黄建新导演 张立白导演 环虎导演 薛晓铺导演 还有我们的护写导演 丁炮导演 还有我们的嘉宾 陈泥局长 陈道明主席 张红书记 富罗金董事长 还有余东董事长 张鲍农董事长 樊宫源董事长 程武总裁 秦鸿董事长 李宁总裁 郑立奇总裁 还有梁静董事长 还有有道德化的刘瑞芳董事长 有请我们所有的今天的嘉宾 一起登台 人数众多 大家可能要站得更紧凑一些 大家站得紧凑一点 我们人数表格还要再紧一点 大家中间的还可以再紧一点 可以吗 有这两排 有大家方便前面一排的吗 好好好 来来来 两排这样就更好了 好的 好吗 好 好各位 请看我们正前方所有的记者朋友 我这个打的 一二三 钱子 这也是一个历史瞬间的经典时刻 好的 好 后面的记者朋友也给大家一点点拍照的时间 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请七位导演刘牧 所有的嘉宾先请就座 我们要请七位导演再来合影一张 我们还特别准备了导演 来 麻烦工作人员 请尽快帮我们拿上这个导演的衣服 这个接下来时间可能大家就各自去筹备 各自去投入到拍摄当中 可能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再聚在一块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启动仪式上 能够拍这样一张难得的照片 好 我们摆好了 请各位导演 落座 来 请大家落座 我还是在前面啊 我来给大家喊一下 这段后骨灵 做导演以上好帅 来各位导演 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正前方 正前方的记者朋友 这后边两拨 那我们先前面的记者朋友 来 前面的记者朋友 先来拍一下照片 一二三 一二三 那请前面的记者朋友 会被稍微 跟下来谢谢 谢谢 还有就是说 看记者朋友 都稍微低一点 我们让后面的记者朋友 拍一下 好吗 大家请看后面的记者朋友 好 三二一 好 最后 请大家看我们这儿 吃了一个高架 上面 你看 又一台照料机 我们要拍出这部电影 昂扬的气质 来各位 三二一 哦 比一个七 来各位 七 大家都比得七 一百导演比的是比心 好 谢谢 谢谢大家的配合 非常感谢七位导演 谢谢你们 请问多 也感谢今天到现场的 所有嘉宾朋友 所有媒体朋友 和所有收看 我们现场直播的 网友们 那我们今天的发布会 就到此结束了 让我们预祝 我和我的直播 拍摄顺利 我们国庆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啊